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同学 大家好 请看感应篇 第112集 第112集 《越紧越躁,挑尸挑忍》 这些事情 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见到的 那 《越》是跨越 《紧》 现在的井 跟古时候不一样 现在的井多半是深水井 用电动马达来抽水 那么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古时候的井都比较浅 我们用水桶去打水 那么遇到井 这个井水 这个井水 利益众生 在中国民间 也用这个水 要供奉 供奉归神 供奉佛菩萨 换一句话说 是众生的受拥 我们的井 我们对它应当有尊重性 所以井不能够跨越 遇到井 遇到有井的地方 绕过去 不可以跨过去 跨过去 这是不尽 灶 现在的灶 跟从前也不一样 以前是烧柴烧草 可能在中国大陆 乡村里面 还能见到 跨越造 这个 比较少 不是没有 有小造的时候 确实它也从上面跨越 这个都是不尽 我们知道 恭敬是信的 事出事件 圣行 教人 都把这个当作第一堂苦 由此可知它的重要性 你看儒家教学 诸位翻开礼记 头一句话 就是去离越 我无不尽 所以事出事件的学问 从哪里做起 从恭敬做起 你没有恭敬心 你什么都不能成就 所以我们常讲 对人要恭敬 对四要恭敬 对无也要恭敬 这是对四无啊 人要把恭敬心俗合了 不但道业没有指望 世间四业也一丝无成 你们看看 凡是有大有成就的 不要说在佛法里头修行人 是事法里面 他们的事业有成就的人 都懂得恭敬 他能够敬人 人会为他敬忠 会为他负责办事 如果常常摆上一副 居上位的那个架子 对底下都是命令和吃 这个人的佛报 决定不久 为什么呢 在你有权势的时候 大家畏惧你 怕你 不能不服从 为了套生活 你一定全世界摔的时候 不会再有人理你了 尤其是现代的社会 道义没有了 道义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自取失败 人与人之间 结合恩义 所以我们常常看待 有一些人办事去 高深的 显示他的威德 执着人 命令人去办事 我们也看见 这种人叫不服之人 没有佛报 那个佛报厚重的人 不一样 似必也公轻 他自己去办 指使 输下去办 那个态度也非常温和 也非常清晰 老一辈里面 我们看到了 长官得不输 这个文件交代办下去 人家问说 某某凶 对他的这部下称凶啊 我的先父是公伟 职位不高啊 他的长官 交代他的办事 都是邪魔凶啊 那么客气 所以办事的人 感恩 一定尽忠 负责 八四千八好 动不动用群势压人 你心不服 办事呢 福淫是证 出了乱子 你负责任 他不负责任 古神仙仙叫人 叫什么呢 就是叫你怎么处事 怎么待人 你能够把人际关系搞好 事出事发都快成就 所以对人对事对无 不可以无礼 这个越增越紧越造 引申出来 就是对无 这是对事对无 不可以无礼 挑食挑人 这都有罪过 诸位也多礼记 古时候奖礼 现在不奖礼了 中国的习惯 吃饭是共习 不想西方 西方这个自助餐分开来吃 有好处 中国大家在一起吃 一盘菜排在上面 你要懂理的人就知道 他去哪里 去靠近自己边上的 白带语言的菜 决定不拉 礼节 吃东西不挑 挑食 这个喜欢吃的 他就多吃 尤其一盘菜 决定不可以从中心的 就非常不礼貌 要拿靠自己边上的 你坐在哪一边 靠你边上拿 绝不去中间的 现在这些小的礼节 已经没有人讲了 也没有人知道了 挑人 这个挑人就是对人轻慢的意思 在佛法里面 一切众生平等的 祝福菩萨 看一切众生都是祝福如来 所以 高级的菩萨们 他们修行修普贤行 普贤行没有分别之处 普贤行就是平等行 全教菩萨 身闻原觉也修平等 但是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平等 为什么呢 妄想未断 就不能够达到真平等 妄想断尽的时候 这个平等心才先学 所以我们现在学 妄想施没断 尽量地学 往平等上接近 这样就好 不能不学 学多少总会有进步 这一句里面讲的这四章四 总而言之就是我们所谓的圣经 你的这个尽心尽尽尽得是调路 不要以为这是小四 小不尽大的灾难就来了 所以圣经人都从很微细之处 小心谨慎 从这个地方修起 再看底下一段 还有113集 孙子舵胎,行躲淫宝 这是在我们 这一集里面最后的 这一集里面最后的 在这个段落里面 这是属于家庭生活里头 这些故事 堕胎是杀人的 不是杀别人的 是杀子女 子女至亲 这个罪过极重 现在人往往都俗获了 这个渊源相报不得了 子女到你家来投胎 佛法里讲得很清楚 四种语言来的 报恩 报怨 讨债还债 他也是报恩来的 你把它杀掉了 变成将来仇了 恩将仇报 报怨来的 这个怨就更深了 以后这个毒害 没有法子显现了 他还债来的 你把它杀掉了 从还债又借了冤仇 从讨债来 你杀掉他了 冤仇又加上了 仇杀 不得了 后果不堪 是想 世间人见不到啊 不晓得英国通三世 不知道夜时所造的罪业 会招来 深深深深的后患 这事情怎么能做 行夺隐僻 这一句话的范围 包括得非常之广 隐僻是什么 你所作所为 都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可是我们学佛的人知道 信佛的人知道 所说的巨头三尺有神明啊 你能够隐瞒 世间的愚人 世间有德行的人 有智慧的人 你就没有办法隐瞒他 侯宽天地归神 你隐藏的再好 能够叫这一生当中啊 都不会破路 没有人知道 你要晓得 你逃不过天法了 我赢我报的 这个结果 你没有办法逃避 你一定要承受 善因得善果 悟因得悟报 所以佛教人 法禄忏悔 法禄忏悔 绝不隐瞒 做错事情 所以我们前几天看到报纸上登到罗马教皇 公开 公开向世界人 忏悔 求上帝 赦免 天主教徒 所犯的 罪过 尤其是对其他宗教的过失 这个很难得了 中国古人所讲 人非甚邪 数能无过 过而能改 山莫答应 教宗这个举止 无量无边功德 教人 不怕做错事 怕的是做错事情 不知道忏悔 不敢面对大众忏悔 那个故事才重要 所有宗教里面教人修行 你要把他们归纳成一个总纲领 就是忏悔两个字 忏悔 忏悔过时 你能够向大众宣布 大众责备你 这就报掉了 所谓是 重罪轻暴 如果做的卧室隐瞒 这个卧室越急越厚 将来的果报 就不堪设想 翻过来 感应篇前面教导我们 所做一些好事 便叫人知道 叫即应得了 应得果报 好事都宣扬 都让人知道 人家见到你 恭维你 赞叹你 爆掉了 世间 愚人才干这个好事 干这种事情 有智慧的人 绝不是这个做法 我们在居士里 在我们同修当中 有不少人做好事 真正在做好事 绝不宣扬 默默在做 没有人知道 你要给他宣扬的时候 他就不干了 这种人很可爱 他名利 真正懂道理的人 真正修行的人 所有一切故事 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 别人责备你一生 原谅你原谅 这都爆掉 握抱赶快把它爆掉 不要等来生 善地爆啊 最好不要现前去爆掉 溜到后世 你的前途就一片光明 这是聪明人做的 这一段 住的不少 由此可知 故事的淫重性 你看这个淫屁 这里面注解 非之一死 如煎到邪淫等类 凡不可于天之 不可对人言 皆是也 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 换一句话说 都是 损人利己之死 损人利己 是我们随顺世间人说的 不是真的 损人 确定不利己 这个才是真的 孙仲仲害己 害自己 堕三图 害自己 堕地狱 那你是利己 因情得到什么利 真的说是 因头效力 刀头是你 这是佛经上常常举的例子 祸患无穷 这谁知道 这个事情 只有佛知道 佛慈悲 为我们说出来 确明我们 决定不能犯这个过失 已经犯了 要忏悔 要改过 没有犯 决定不可以犯 要知道这个事态的严重 眼前无论什么利益 摆在面前都不可以做 要知道 祸患比眼前利益 要多过亿万倍都不止 怎么可以贪图小利益 做这种 取得之思 做这个卧思 那么这一段 我们就讲到此地 从下一段习 是讲不尽天地 神明的过失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